今天是要做个Ending的 所以我们前几次的话 第一次大概就讲这些东西 第二次,每一次每一次都有个列表 OK 然后中间穿插一个我的来人包 旅行 下个礼拜我就要飞到日本去玩了 OK 算度个假 但其实 反而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准备旅行 其实旅行不是单单只是 玩乐而已 其实我里面很多其实是我会透过我的知识 去真的去学习 我觉得反而我学习的更多 因为有很多地方真的你百闻不如一见 而且你去的时候不是像那种羹团 那种沾酱油式的那个 沾一下要走了 五分钟 可能五分钟我走到岸边 我要回来了 想要在那边喝个东西 喝个咖啡 或享受一下那个 我千里迢迢飞那么远 其实就是想要在那边多待一下 可是问题你如果跟团的话 你完全不可能 OK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有没有办法一种很休闲 然后又能够很自在 然后到你想去的地方 真的能够深度的去了解那个地方 不只是一个表面 可能那边的人文 一个历史 一个文化 或者甚至他那边有没有什么一些 比较艺术性的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 比较知识性的过往 我们其实至少 我是比较喜欢那种东西 就是可以真的深度的去了解 只要我去到过那个地方 我真的是彻底了解 你只要问我什么 我马上都可以跟你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包含怎么样到那边最快 对不对 到哪边吃东西 最好吃 吃到我只能吃素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讲太多那个肉的 比如像那边有什么 飞驼的牛肉 那对我来说 可能我也只能 只能看别人在吃吧 那其他的话 导致里面的有什么 比如说一些风土民情等等的 那我蛮喜欢这些东西 另外的话 你可以透过一些科技的手段 比如说你如果不会像智慧型手机 或者像Google的一些云端 App 或者一些相关的装置 我觉得真的你会到那边很辛苦 但如果你会的话 我觉得它上面都已经给你很多的讯息 其实足够于 让你能够在你的旅程当中是非常顺利的 OK 而且比较不会有任何的单一期 那你的排程 你就可能要先安排一下 你什么时候出发 什么时候回到饭店 像我本来是 后三晚本来是想住那个大阪那边 但后来大阪我住太多次了 所以这一次后来我看一下那个京都 京都好像还不错 后来刚好我看到京都塔 之前我们上去看过很漂亮 环一圈嘛 刚好有个京都塔饭店 我看京都塔饭店 而且最近刚好有淡季 看一下价钱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前面的大阪的饭店给退掉 然后我就改定那个京都塔饭店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要住京都塔饭店 就感觉整个心情就非常好 每天都感觉他非常的期待 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有所期待之后 你做任何工作你都会觉得 他看他以前工作回来都心情就不太好 或者是很疲惫 但是他昨天回来说哇心情很好 整个就很开心这样子 一直都在想说我们要出去玩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岛也是旅行带来的一些额外的收获 就是说人不是只是说一直不断的工作 因为如果你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说真的好 你真的会越来越好像有点那个橡皮筋 那个对弹性疲乏了 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会放松一下 对然后让你放空一下 有时候就会心情 那你会比较知道下一个阶段该怎么 心情会特别好 我是这样想 所以我一定要有人生意 就是说工作中间一定要有一段时间 所以刚好你们这个课结束 那另外其他单位的课也刚好结束 刚好有一个空档挤出了一个时间 所以没有时间是骗人的 对一定要挤出一个时间 然后刚好趁着时间 所以有人说老师你干嘛这个时间出国 我说我没有这个 我不这个时间出国 那我也没别的时间了 所以大概就就是 那我们每一次上课的东西上面都有 所以回去的话也许你们可以再把这上面复习一下 那影片连结就在这里 然后尽量的话 还是多看多练习 其实像这种程式的课程 其实我觉得没别的诀窍 其实就是你用手了就会了 那就跟学语言一样 那是程式语言跟电脑沟通 那其实学其他语言也达在雷同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接着来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之前已经把那个 第1到9类的前两题 所以902 904 另外还有906 906其实也有做了 那后面的话还有第6类的606到610 所以后面还有606到610的题目呢 也许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全部讲完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个课程至少就讲了45题了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平均我的50个小时 大概一个小时大概差不多讲一题了 OK 其实进度我是觉得也还可以接受了 那当然我不是说题目的量主要是值的部分 最好是你每一题看到你也都能够把它做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Python 这个语言一些相关特性 那当然最好了 如果可以参加这个考试拿到证照 那当然是最好的 表示你证明你这一段时间是真的没有浪费掉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证照考试题的第6类 所以在第6类里面的第606部分 那606其实这个题目也不难理解 它题目部分就是要二维串列 那所谓的二维串列 一维串列就是之前我们有讲过 它一个list 假设一个list 它这个list 假设list1等于什么 一定是个中瓜壶 那中瓜壶里面 当然我们就放很多东西 放1 放2 有点难写 然后如果你是二维串列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中瓜壶 怎么样 这个是一维串列 那在这个二维串列实际上就是 在这个串列里面再放串列 OK 这个叫二维串列 所以里面的话假设有一个串列 那里面的话又有三个串列 那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 像Excel 其实Excel 就是所谓的二维串列的一个实际上的用法 比如说我今天 这边实际上就列 往下就列 往右就蓝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它的哪一列的哪一蓝 那实际上就类似像这个哪一 第几个 第几个索引词里面的那个一个串列 OK 其实概念差不多了 就是说在Python里面是长这样子 在Excel里面是长这样子 OK 那它这个题目里面要我们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几列 Raw的话是列 Column Column是Column 几列几蓝 那所以它输入两个阵数 几列几蓝 这是4 那输入之后的话 要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比如说输入五列 十蓝 五列 五列的话 你会发现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蓝的话是纵向的 那你会发现 这个数字 当然它有一些 所以接下来你要看说 这个数字输出了 五列十蓝 OK 但是你要如果要什么 要把这个规则性找出来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零 那我们可以跟什么有关呢 你会发现 它这边如果是列的话 这边是第一列 这边是第一蓝 列跟 理论上 我们我习惯会把这个列 用那个I当成变数 那蓝的话 用J来当变数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 这两个结果 为什么会是零 那这个为什么是一 这边是二 这边是三 这边是四 一十类推 这边是十 那I跟J的关系怎么样 如果说我今天怎么样 把那个J 减掉I 那不就等于零 这个减这个 刚好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减掉它这个 这边一二三四五 如果今天要得到这个值的话 那刚好把它的蓝数 减掉它的列数 那负一 这个减这个也是零 这个减这个一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关系 就是什么 把蓝减掉列 再把蓝减掉列的结果输出到那个格子去 答案就出来了 有没有 OK 所以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要用那个 我是觉得用Excel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Excel的话 它比较视觉化 都看得到 如果说我今天我先不要在那个Python里面写的话 其实你可以大概用什么 用那个Excel来的类比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希望输出这样的表格的话 你们可以想想看 假设我们先不要讲Python 我们先讲Excel 因为Excel毕竟是比较视觉化工具 看得到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希望在这边产生什么呢 产生一个 一样 把这个表放到这边来的话 OK 你要怎么做 其实像举例可能会比较轻 因为Excel毕竟比较是直觉一点点的 OK 那将来的话 Python它也会需要输出到哪里 比如说你这个表将来也是需要输出到有个表 那个表也许是Excel 也许是资料库 资料库也是table 也是表格 所以基本上你要串完之后 最后还是需要把它变到那个表格里面去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应用 因为很多像报表 也是需要做成像表格式的 所以那你就需要怎么利用二维正立的概念 把它转出来 所以我也许你们先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看有没有办法用个公式 这什么等于什么公式 等于它跟它 然后你最好是向右向下一拉 整个做完 这个是用公式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只要用两个 两个可以解决 拿两个函数 其实你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如果以稍后你要熟的话 你一定要对这边的东西非常熟 因为这边总共全部由 从A一直到Z 总共有几个呢 A到Z 你们数数看 大概是255个 不信的话 不信的话你等一下数数看 1234 没有了 开玩笑 因为其实官网上有讲 OK 我们就直接 我没有数过啦 然后你就大概250几个就好了 以后人家问你说 以稍后里面有几个函数 250几个就好了 250几个 因为它可能有 有真有减嘛 反正大概就OK了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要做出刚刚的效果 你要需要 最好慢慢也要学会分类 因为有这么多类型 你才有办法找到对应的那个函数 那这些类型就是你的用途 比如说我今天用途是 我要参照到它的栏 跟参照到它的列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参照 简式与参照 对 简式与参照里面呢 如果你要参照到栏的话 有一个叫column的函数 对不对 那一个叫做roll roll的话就列 column叫roll 对不对 其实这个简式与参照里面 用最多的 第一名应该是V2函数 V2函数应该大家都会啦 OK 参照函数 这个应该都 大家会比较熟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工作上 一定都会V2函数 但是好像很多人也只会V2函数 就是有些地方V2函数做不出来的 但是因为它只会V2函数 所以它也就没办法做出来 它不知道说原来 简式与参照函数里面有这么多 像match也可以 像index也可以 可是其实很多人不熟 不熟你就做不出来 但如果你熟的话 说真的 真的很快你东西就做完了 你的报表 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嘛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每天都要卡很多时间 有些锁碎的事情上面 因为它有土法令杭 把这宗东西搬到那边 把这东西搬到那边 一直搬... 其实它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整个 全部好了 OK 所以第一个 也许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想想看 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第二个的话 也许用VBA,你们有学过VBA吗? VBA其实也可以把这个表给做出来 也许我可以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当然你要把其他命令里面的 制定功能区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那也许你可以想想看开发人员里面 也没有办法写一个VBA的程式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在这边写一个SUB 你写一个SUB,SUB名称 也许就是叫什么什么表之类的 然后按确定之后你在这边写一个叙述 执行之后也可以得到像这边的结果 两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我一张 渐进的,我觉得很多地方其实都会相通的 你不能说你只通其一,不通其二 最好是能够触类旁通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方法可以的话 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那这样表示真的学会了 不是只是说好像略懂略懂 略懂真的,就是只会一部分 那当然其他做不出来,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